我清假期这一天 好认真完成老师的作业哦 妹妹作业做好了 昨天写到现在工业写好了 横竖撇那点 还有点 因为他只学了红 然后后面请假就没有去学了 到他去上学已经教到点了 中间这几个没有教 所以这几个在家里教了好久 还有一个点 真漂亮写的真整齐哦 我不写了写我的手都霜了 好那等一下休息一下再写 为什么等了这样我也不写 等一下练习一下嘛 重新拿个本子出来练习一下 不要我不要写了 好好好 那等一下再说 这个妹妹她说弟弟穿袜子 然后她也要穿袜子 昨天晚上就跟着弟弟穿袜子 到现在 还没弄掉 还没脱掉啊 这个家伙 是这样睡的 调皮咯 姐姐推她她都不睡 她不困 不困下来 不要再车车坐 等一下给你翻了 这个车 伯伯在做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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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伯在做饭 弟弟在这里吃鱼 一边吃鱼 好不好吃 锅一点鱼肉给她吃 不要弄我们 这个鱿鱼 来直接炒 你们买回去的那个鱿鱼 母鱿鱼也可以这样炒的 加点香菜 如果喜欢辣椒的 可以炒一点辣椒 会更好吃 哇 好香啊 这个弟弟看到口水都在流了 在咽口水 这咽口水 这个小姐老师在咽口水 糖鸡 哈哈哈 口水又流出来了 哦 好想吃啊 我好想吃 都香 都香是吧 这个鱿鱼很好吃的 这样炒 不是你的辣椒还是算很酱 没有辣椒 没有沙茶酱 你放心 老师怕我们下一点辣椒 吃鱼 哇这个小嘴 我们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 一点一点弄给他 他就坐在旁边吃 现在婆婆是边煮饭 边锅鱼给他吃 加点葱段 这边在炖糖 莲藕 莲藕花生 还有骨头汤 用这个锅就方便 菜花妹妹最喜欢吃的 芳茄炒蛋 先把鸡蛋炒一下 加一点点白糖 我不喜欢太甜的 这个芳茄好多汤啊 和我们本地那个马蹄芳茄不一样 马蹄芳茄它是很软的 这个是很硬的 要煮的时间久 这个是加一盒鸡肉 白切鸡 我们这边人家自己养的鸡 很肥 白切鸡 这样吃就很鲜甜 但是这边都有搭配这个酱油 它里面是一点那个葱 应该是蒜炸的 蒜头油 很香 脏鸡肉汁 这个汤也可以的 等一下再装过去 太烫了 اب 进去 您就用一个汤 冰面 那真的